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今世界海军建造航母的门槛大大降低 在F35B出现以前 除了英国的钥匙和苏联的雅克38外 能够短距垂直起降的战斗机极少 但这两种战机缺点太多 不光航程小 载弹量少 操作也十分繁琐 可靠性极差 降落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要出大事 带着这种舰载机的航母作战能力如何可想而知 海上打不过正规航母 对陆攻击又发挥不出舰载机航程优势 攻击效率差 还打不过敌方的暗机航空兵 而F35B航空出事后 局面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凭借强悍的发动机 在短距起飞模式下 依然可以不借助滑越坡道 以25吨的起飞重量起飞 相比起全手动操作的钥匙 F35B由电脑控制 飞行员只需动手按几个按钮 便可轻松完成飞机降落 另外 F35B还具备重要的隐身能力 与其他四代机形成代差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搭载F35B的小航母们 不再需要以往传统海军大航母的 盘射起飞和拦阻锁设备 也不需要搭载大型预警机 只造一个有光板平顶的 跑道的大号运输船 就能获得与正规航母 互相上下的战斗力 于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里 很多国家都纷纷发展 这种光板平顶运输船 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 我们的两个邻居 日本和韩国 在去年年底 日本宣布将海上自卫队的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改装为航母 并计划搭载F35B 韩国除了已经造好的独挡号 也公布了LPH-2两栖攻击舰计划 排水量3万吨 除F35 也可以运载登陆作战的人员装备 正是由于F35B的日趋成熟 让两栖攻击舰和航母的界限逐渐模糊 甚至在多任务执行能力和展开效率上 两栖攻击舰比航母性价比更高 中国海军最新的075型两栖攻击舰 也在不久前下水 与上面提到的那些小家伙完全不同 075是对标美国黄蜂级的大型两栖攻击舰 但我们目前没有类似F35B的计划公布 因此075的舰载机应该还是以直升机为主 既然不像日韩两国那样搭载F35B 那以直升机为主的075 将如何在战场上施展全角的呢 回望96年台海大演习 当时解放军登陆演习 连像样的登陆艇都没有 如今中国海军的变化 也说是脱胎换骨 近期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长期负责对台军事准备的 王宏光中将 发表了一篇文章 根据如今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 以及此前制定了一场解放军 使用075两栖攻击舰登陆台湾岛的作战方案 模拟了作战的完整过程 并推散出了解放军完成任务所需时间 结果令人意外 我们把推演过程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刚与军事 回复统一 看看以如今解放军的实力 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解放台湾